台湾 前進 前進 心心保佑 這是台灣人民 關懷人貴心苗地 這是台灣人民 願望成功苗地勝 這是台灣人民 願望成功苗地勝 各位維新聖教 玉京大學所有賢士同修 及各位時方善知識 大家晚安 今天是維新聖教本師 尾谷先師王產老祖的聖誕全球 富國息災水陸大法會的日子 每年3月26日 普天同慶 天人華界同歡共戰 至聖鬼谷先師王產老祖的聖誕 尤其本維新聖教的所有賢士同修 都以感恩的心 整備香花果串 供養 公將大使大悲 王產老祖師尊 祝壽 在今天3月26日的止時 也是昨天晚上 好 25日的晚上 9點開始 在禪吉山 在禪吉山仙佛寺總本山 祝壽 恭送王產老祖賢妙真經 鬼谷先師天德經 來讚良王產老祖 祝壽 大此大悲 到駕此行 我們在此時的時候 也深談 有維新賢士所有法師 講師 還有弟子代表 中華民國行政院 我們立法院 院長 院長 也來參與助奏 向各位祝賀共同來祈求 風調與盛國泰民安 世界永和平 也由行政內交通部 部長 部長 林林山部長 也是維新弟子 一起助奏 也 大家一起表達 感恩 感恩的心 我們在祝壽的當下 供養華寶 表達 我們所有維新賢士同修 感謝天恩 感謝天恩 當一個人死 當一個人死了之後 若是有得到子女的大孝 將我們 將我們的園 安奉在 各種法會 談成上 我們在靈魂界 仰葬活力 天威 一起來 一起來 同山法裔 那我們真是 戰爭有幸 若是遇到 子女沒有宗教信仰 只剩錢錢錢 只問 祖先有沒有留下財產 混貨亂花 吃貨嫖毒癮以外 什麼都不管 那 我們也是無奈啊 所以 王山老祖慈悲 開示我們 平時一定要 祭拜祖先 行大笑 若有比較 好一年的時候 多參加 各種祈福 佛誕的 西安法會 能夠 安受聯絡 聽經文化 那麼 我們今天 水陸法會 也已經圓滿了 好 在昨天 好 祝壽的時候 我們 我們供養了 華寶 供養了 維新聖教博士班的論文 還有供養了 世界和平推手 維新聖教 得到 102年 挪威世界 和平獎的 入圍獎的 世界和平推手 的成果 世界和平的燈塔 這都是 大慈大悲 至聖 鬼谷先師 王產老祖 倒架 慈航 於21世紀當下 树立中華文化 異經風水 融合 宗教百家思想 與玉盧 呈現在世界 國際組織 來肯定 來認知 中華文化 道統 異經風水 整妙法在 維新聖教 代表 中華民族 列祖列宗 朱聖靈 代表 中華民族 朱聖賢 對於中華文化 於21世紀當下 在台灣 樹立一盞 世界和平燈塔 在維新聖教 每一位 大眾的心中 所以今逢 王產老祖聖誕日 昨天晚上開始 天人法界 共戰 共同佔良 王產老祖的慈悲 所以在昨天 等於今天 凌晨祝祝 註書的時候 有佛教 台灣佛教界 理事長明定大師 做了一首 操 快樂 回古子 俗師 他到祭文 祭首 騏修 鬼子 鬼子 阿 左手 掌上 彭八卦 右手浮沉是尘埃 那么一经妙法度众生 所以天人法界 无论各界任何一个宗教界 凡是知道王禅老祖庙至圣的时候 毕竟都会用内心的真诚感恩来感恩啊 各位违心闲事 各位失望善知识 时间过得很快 一年一年都过去 十五年来 尊天法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 深谈几半水陆大法会 十五年前的当下 我们敦请了台湾活教会理事长 上名下定大和尚 帮忙介绍带领八十余位高僧借走 一起深谈水陆大法会 到现在已经十五年 十五年来我们的目的 祈求封调与圣国泰民安 世界和平 尤其十五年来 本为新圣教 遵照王禅老祖圣事 要将一经风水庙法 普立人天 供养诸天圣神佛菩萨 加持冠顶 一经风水庙法 普立人天 结果十五年来 我们分寺道堂 已经临历了 到现在三十二座 三十二座道堂以外 我们的接引 构界 认识中华那道堂 一经风水 然而用在生活上 都到平安的无计其数 尤其 我们培训了一百八十几位 法师讲师 当初过地台湾 过地国内外 有需要有缘的人 转为为安 太多太多的 无量事的大众 这都是鬼谷先出 王谈老祖的心法 大慈大悲啊 大慈大悲 我们只有一个感恩 更花怨 身口欲供养 王谈老祖 的慈悲 好 我们当下花怨 荣与身口欲供养 奔着养贤 虚才 正名欲得 高尚旗帜 天下 太平的 本愿 继续向前行 继续努力 弘法力争 到天下 太平为止 所以王谈老祖 慈悲 倒架 此行 告诉我们所有贤士同修 大孝为先 我们不修大孝 只修小孝 还是不够 所以要修大孝 要普利人天 以世界和平为本愿 这即是大孝 所以我们举办水陆法会 十五年来 尤其在今年 魁氏连的 3月19日到26日的当下 今天 我们所有贤士同修 构届 知会长会游 都会来 领受 王谈老祖的 家属灌顶 所以早上内谈 是送判 将各位 所祈愿的 仰仗 活力 家属 祈愿农牵护法 保昌生 化解干戈 习战争 医院人心 相疼爱 同气世界永和平的本愿 那我们早上在 大雄宝殿 同时又御圣 御圣和御佛 完全一样的真理 医生的法医 也非常的庄严 祈愿 我们大家所预生的都能满过的愿 然后呢 我们十一点 内谈圆满共 感恩 诸佛菩萨 感恩 所有 构介 关怀我们的千人 所以今天 早上十一点 就已经圆满共 圆满 然后下午一点 开始送创 等一下会播 送创的 这些法语给各位了解 回顾 一个礼拜来 我们大大小小的 分室道堂 法师 住持们 都很用心 慈悲的 来供养 身口意 我们所有的同修 贤士同修 送了那么多的经 一起来回项供养 我们很感恩 上名下定大和尚 还有各位和尚 高僧借德 道登大和尚 众等同修们 一起为祈祷 风调 与圣国泰 民安 而圆满了啦 我们祈愿明年再会 明年我们还是照常本周 往年 一样 希望各位同修们 努力在诵经 诵经不是在家人 与出家人的问题 而是在于 有心与无心 求人不止求己 求己不止求真正的自己 平安是要自己来求 自己来修 自己依法诵经 所以我们除了鼓励大家诵经以外 我也鼓励大家来学义经 做人处事口安心 大家来学义经 做事工作口顺心 大家学义经 家庭圆满一条心 大家学义经 国家社会定 太平 国业维新闲事同修们 人生无常 今天睡好好了 明天能不能下来 还不晓得 所以王散老祖告诉我们 当下能修 一定要修 不要说等到 三寸七段 要再来修 已经来不及 我们的灵魂 不知道怎么样来挽回自己的 整个的人生 所以喜怒哀乐贫乎贵贱 时时围绕在我们身边 希望各位同修 前世闻 记住 明年水路滑回 很快会再到了 当下的处时 我们还是奔着 感恩王谭老子 诸佛菩萨以外 我们要勤修 妙法 勤修圣法 读诵经 诵经 诵经 再诵经 回向给自己的祖先 灵光光强 才是真正的大孝 不尽大孝 使你会平安 会顺利 我就不相信 所以各位贤士同修们 好好修行 好好念经 念佛 大家来学一经 家庭圆满 一条心 各位微信 闲事 各位时光 善知识 今天年满日 满残疾山的 垢地 都有我们的同修 以时光 善信 大德 朱会长 与会友 回来一起参与 送圣的法仪 那么我们早上 过届的遇生 好 我们看到 各位同修的诚心 我相信 自我喜正罪业 喜静夜报 之外 一定要修行 一定要在家 认经 诵经 以及我们去吃货 嫖毒瘾 不如在家 多送一部经 你的功德 我们的子女 会得到更多的福报 以外 我们的祖先们 也会得到更多的 法喜 好 为日门前诗度 即日门后制度 制度 就是要依法 自己修行 你才能够圆满 若是我们自己不知道修行 就靠别人来 回向给我们 是有限的啦 那么今天 我们益圣 都怀疑 等一下呢 会有 我们的师姐 谭学院 为各位 来介绍 今天下午 一点半 就开始 宋圣的法仪 和宋法船 在本仙佛寺 第三停车场的空地 好将各位 所送的经 五百多万部的经 奏文书 全部与法船 还有郑前将军 守护着 由法师 宋经 宋圣的法仪 奉送 灵归净土 灵归希望极肉世界 佛净土 灵归自信净土 以为本愿 一心奉送 一心奉送 灵归净土啊 此时 当下 我们在送圣的时候 若是有修行的 你可以用心联 看到你的多生父母 多生的祖先兄弟 牵流 带走 接受 授纳 你们所从经的功德 时光 普照 连台 直升 到西方极肉世界 佛净土啊 各位维心贤士 各位失望 善知识 时间过得很快 头尾已经霸天的法会 我们所有的各个单位 服务单位 也非常辛苦 各个单位都辛苦 大聊 小聊 大灾堂 还有 义工 交通 普桌 所有的法师 宋经法师 大大小小都很辛苦 每一坛都很辛苦 等一下呢 各位可以来回顾 每一坛的片段 你就了解 水路华会 做功德力 是殊胜的啦 到最后 当下此时的宋正 一心奉送 灵归净土啊 以为本愿 好 祈愿着 大神大悲 王谈老祖慈悲 诸佛菩萨慈悲 更祈愿着 希望极肉世界 阿弥陀佛 纳受 我们所有 维心弟子 守求 唐藏列祖列宗 有缘者 有福 有得者 接着灵归净土啊 鸟脱生石 不复成仁 六道群灵 群生 这是我们大家 清清楚楚 举办水陆法会的功德 好 我们也很感谢 所有 维心贤士 各国 分室到场的 住持法师 以及所有的义工 大老小聊 大哉堂 无论 任何一个单位 都是非常重要 等于一部大机器 一个小螺丝 都不能少 所以若是没有了解 没有参与水陆法会的人 你认为水陆法会 轻轻轻轻而已 事实上 你要轻轻轻轻轻要修好几辈子呢 不是我们一般环乎的见地 今天时间已经圆满 今天时间已经 即将 结束的 所以除了感恩各位 的协助以外 付识以外 我们也祈愿明年再来 明年大家一起 共同 现在开始 领会 文书 也更希望 各位支会长们 你们啊 都鼓励 会友们 诵经 经文游文 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 来支援 大家一起来诵经 共创世界真和平 共创台湾 成为一块净土 更创维新净土 以二十一世纪当下 能够成就 各各 明养两界 天人 接着成就 自信 佛净土的世界啊 也能够 依照个人的 本愿 回归 希望极乐世界 所以 欢迎各位 指望赞助士们 我们一年来 水路法会 很快就过去 一年一年的下去 我们还是 本着 我们的本金 水路法会 绝对不能停顿 也不能停止 直到 世界和平 为止 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的 而不是不可能的 只要大家一法修行 大世界 中世界 小世界 心灵的世界 大无其外 细无其内的世界 都能够和平 只要大家有信心 所以世界和平的 本愿的基础 建立在信心 和勤修 的基础上 事业的成就 也是建立在信心 这基础上 我相信各位 今年 法会 圆满 未来 各位千秋万事 都能够成就 圆满 祝福各位 鬼四年 三月十九日 至三月二十六日 是维新中 总本山 残疾山 幸福寺 公祝王禅老祖 圣代 其见万年归新 水路报恩 大法会的日子 早在一个礼拜之前 全国各地的 分寺道场 一陆续将 中旗 宝鼎 及老祖圣像 送回总本山 接受佛光加倍 参与这场圣会 各族的准备工作 也正如火如土地进行 宝鼎 嘉宾 爹 岳 祝福 或者 四五部办公室里 连卫主的同修及志工们 正忙着报名表的收件登记 及电脑作业 每一笔连卫资料都要仔细校对 不能有丝毫错误 否则就辜负了信众参加法会的心意 这也是连卫主最大的考验 随着法会时间越来越近 各分次到场 前来帮忙的学员同修也越来越多 大家不分你我当下承担 有的卖力打扫 有的准备法器经书 有的擦拭桌椅窗户 从他们的脸上看到了发自内心的法喜 能够奉献就是无上的功德 所有的坛城陆续搭建完成 净土坛的连卫 也依照编号确实排列 看着一袭袭的连卫笔链而居 就如师父混言禅师曾经拍摄的话语 有形的空间虽小 无形的功德无限 而所有细碎繁琐的前置准备工作 就这样一点一滴 不眠不休的逐步完成了 当番琪高高升起 法界万宁也心领神会 唯心圣教鬼四年水陆大法会即将开始 起见一场水陆法会 须时七昼夜 依照佛教典仪分设内坛及外坛 外坛依所诵经参功德不同 又分为七坛一所 其中清佛大禅堂为内坛 坛城最大 也是水陆法会的精神核心 外坛分别是大雄宝殿的严寿坛 弥陀奖堂的梁黄坛 笼藏的华盐坛 法华坛 极乐殿的嫩盐坛 朱金坛 以及唯心博物院前方的净土坛 法会前一天下午 外坛开始演技 隐魂宣读四圣文书 调请参与超度的九玄七祖 历代祖先 各府地基祖 英灵等魂魄前来 全部调请完之后 由主法法师带领高增介德 致灾堂引起 奸灾使者 也就是几纳罗王菩萨 持大悲咒绕场一圈 表示水路四圣皆已请闭 各外坛自三月十九日 开始诵经 依据水路法会仪轨 外坛必须诵读 不同的经灿及数量 净土坛诵佛说阿弥陀经 华言坛密诵大方广佛 华言经一部 法华坛密诵妙法莲华经 二十四部 论言坛密诵大佛顶首 论言经二十四部 诸经坛 恭诵佛说无量寿经 观无量寿经 大圣金光明经 大方广元绝经二十四部 阳皇坛送阳皇宝灿一部 严寿坛送药师如来本院功德经 及金刚般若波罗密经 各一百二十部 外坛所送的金灿数量 最后交给内坛 由内坛将功德转世给六道众生 由于宗族混缘禅师 平日就要求学员同修 要自修拜灿 诵经念佛 在将功德于法会期间 一并回向给历代祖先 累结冤亲在主 地基主 英灵等 因此今年的诵经数量 相当惊人 已高达594万多部 唯心圣教的水陆大法会 十五年来参与的信众日增 宴口朴师的桌数也越来越多 设于弥陀讲堂的宴口坛 于每晚五点开始 诵经诗时 由祖坛金刚上师 为恶鬼道众生 开咽喉 一共举行六天 由信众发心供养的普桌 高达一万一千多桌 成为水陆大法会期间 新佛寺的独特景观 也是唯心圣教 同修至宫 表现团结合作 效率第一的最佳成果 明阳两立 普立人天的水陆大法会 是最好的佛教忏悔法门 透过诸佛菩萨的佛光加持 将人们的心意 转世给看不见的 明界众生 无论有缘无缘 有情无情 过去世的恩恩怨怨 都在这里达成和解 金炉中的二十四小时 不停歇的熊熊火焰 画的是这一世的感恩与懺悔 《内坛法仪》 从法会第三天 凌晨两点三十分开始 首先进行结界 是以大杯咒水洒净 让地下有如琉璃般清净 道场四周如金刚城墙般坚固 香云如大宝盖 便满虚空 与会大众六根清净 道场上下四方如同佛刹般庄严 上午九点发福悬翻 派出四天空行地行地府 这四位使者 手持符蝶书文到四界区发出邀请 并张贴榜文通告大众 第四天请上堂及共上堂 由主法依席位赐地 其请上时席 诸佛圣贤光临坛场 纳守香花灯宝依法六成妙供 第五天开始就要招请六道众生 此时内坛必须先诵地藏经 以仰仗地藏菩萨的威德力 祈求大凡天王和地势天神 释放被关键的六道群灵 让他们历领法会天经文法 同时外坛接着进行摘天法仪 感恩玉皇大帝的慈悲恩准 摘天圆满之后 开始请下堂 招请五月和海大地鬼神 地狱众生 无主无依诸鬼神众 六道众生等 来受法味饮食 同瞻法意 晚间七点开始 为六道众生受幽冥界 引导六道众生在三宝前 忏悔往昔所造恶业 发四红事愿 灰衣三宝 希望亡灵消除业障 断恶修善 才能与佛心相应 昂晚五点开始 进行五大式宴口 将原设于梁皇坛的宴口 移至内坛 为了表示隆重 特别敦请 明定大法师主坛 带领四位金刚上师 共同主持 这最后一场的 宴口普师 准备的首识 贡品 也特别丰富 参与的同修学员 集信众 集满了内殿的角落 充满法喜的 聆听 明定大法师的开示 一直到晚上十点钟左右 宴口普师圆满 此时 大雄宝殿内 恭贺 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的 祝寿贡品 已经旧定位 关在北馆乐团 特别准备了喜庆 祥瑞的天籁之音 供养老祖 及法界一切众生 当26号的子时一到 法师带领大家 诵经祈福 随后 宗族混元禅师 亲自主持 祝寿大典 贵宾云集的夜晚 喜悦之情 满意在 每个人的心中 我们各位 回心圣教 各位 回心圣事 法师 讲师 所有神主人员 同修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今天是 一年一度 我们的书孙 王寒老祖 圣诞 富国习灾 水路大法会的日子 已经办了15年的水路法会 那么每年的法会我们的宗旨 目标 目的 是祈求 风调以顺国太平安 五谷风灯 天灾永远 天灾永远 世界真和平 百业能够安定 尤其呢 我们最重要而已 还有一点 在三十年来 老祖书尊希望将中华文化道童 树立一盏 世界和平灯塔 在台湾的残居山 建国寺 维新圣教 在三十年 我们尊天华旨 为国修道立人天 为民祈福 定汉民的宗旨 永远没有变 尤其三十五 儿女 五千年来的纷争 世间的纷争必有原因 所以老祖书贞 要我们追根溯源 找到根源 必须从宗教的方向 找到灵性的 问题在哪里 所以三十年来 我从不懂 三十年前的当下 老祖书贞 叫我要以《易经》 《风水学》 融合宗教的师 之为妙法 所以在三十年后的今天 我们很感恩中华民国 尤其是中华民族 优秀民族在台湾的 所有这三祖儿女 都很慈悲的 在台湾创造 万教齐花 共同在开发人的本性 蓄伏会命 所以在三十年来 老祖书贞 要我们一目一脚印 依照老祖书贞所开示的 我们做到问心无愧 所以在去年 十月三号 在前年的年底 老祖书贞开示 我们要请中华民国立法院 院长 王院长金平先生 还有当时的教育部部长 吴部长 清吉先生 两位弟子 将王谈老祖的 在台湾的新法 借由黄称之教授 与杨吉东英校长 我们院长 共同将老祖 和中华文化道童 与当下 推向世界 才能挽救 中华文化道童 结果送到 接受 王院长 他的推荐 到挪威 诺贝尔世界和平奖 希望这一盏明灯 藉由国际的认知 树立一盏灯塔 结果在去年的十月三日 接到挪威给我们的讯息 告诉我们 已经得到诺贝尔 世界和平奖的入围者 三月二十六日一早 仙佛寺便涌进 大批祝寿人潮 老祖所收的 K孙 也都回来仙佛寺 为老祖祝寿 这是鬼四年水路大法会的最后一天 一如佛陀圣诞日的御佛 大型宝殿内也特别准备了日圣的仪式 让回来参加法会的信众及同修 可以借由这个动作 洗去烦恼业障 拥有新的人生 最后一天上午 内潭将进行圆满供及圆满香 也就是普通供养二十四席 无论是佛菩萨或六道众生的供品都一样 再将水路法会的一切功德 普接回向法院 愿众生脱离六道轮回 往生极乐世界 继续修行到成佛果位 再发愿度众生 中午十二点进行送判 将五章判书送往各界 宣说水路法会功德圆满 然后请所有的诸天圣神佛菩萨 回归本位 六道众生往生净土 再将所有连位集中放上法船 由判官押送 前往空旷处文化 圆禅师的教会 在不断修行 威威威得起 归故行